香港隊整場球最有威脅 最具威脅性的一波 隨便一個撞到都可以進去 右個球 球多沒用 一定要進去 給他 走轉身 中了 走轉身 這些機會主義者 同時射門的技術性不高 就是一下子餐市就給他搞定 來到上半場的尾段 打壓到富汶方面 其實他們去到尾段方面 體力方面就下降了 以下要先是 就暫暫逗回來 四號的梁樂行 以下腳外側 林樂希又乖巧 不跟他搶 不是啊 林樂希是控掉了 他自己控的 給他搞定 是啊 但是整個來講 都是來自香港的國球戰術 他控掉了他又不控軟 他控到陳兆君的腳上 所以沒有法子 看看那個阿波 一過來 都是厲害的 梁樂行那個半後抽 踩入彈後 挺緊 當然